那么我在这里说 除了这个铁制武器可怕之外 最可怕的是什么 血腥的恐怖政策 亚述人呢 他们手中拿着令人恐怖的铁制武器 但是呢 他们这个军队所奉行的这种 杀光 烧光 抢光的这种三光政策 这个我觉得是令人最恐怖的 我觉得日本人跟他有一比 跟他有一比 这个就是的 你看亚述人是怎么恐怖的 我觉得这个现代民族 大概只有日本人能跟他相媲美 就是亚述人对战俘和敌方的平民 施以不可言状的酷刑 这个剥皮并火行柱 割去身体的某个部分 我这是文明的说法 割去身体的某个部分 你看多中性啊 是吧 实际上这个非常血腥 实际上非常血腥 然后插尖庄等等 插尖庄什么意思 把人活着插到一个尖庄上 然后就把这个尖庄立在那 上面插着一个垂死挣扎的人 就是这样的 纳西尔帕二世的明文中说 我用敌人的尸体堆满了三股 直打顶峰 我砍掉他们的手机 我用他们的人头装饰成墙 人头成为一种装饰品 我把他们的房屋复制一具 我在城门前建筑了一座墙 包上一层有反派首领身上剥下来的皮 这个墙啊 我把一些人活着砌在墙里 然后另一些岩墙活着插进监木桩 并加以斩首 就是令人震惊的是 这不是来自就是说他者的一种 一种充满义愤的技术 不是这样的 而是来自亚述人自己的炫耀 残忍在亚述人那里 可能是一种近乎勇敢的优秀品质 亚述人之所以成为古代 所有民族中最令人痛恨的民族 其源盖出于此 就是我推断是这样的 我下面计数了 亚述人后来什么下场啊 各位同学阅读了吗 这个民族在最后消失了 你说当今世界谁是亚述人后裔啊 没有人承认 也没有人愿意承认 这个民族就没有了 为什么没有 为什么没有了 就是同泰复仇法 他对别人那么残忍 这个他所压迫的 他所杀戮的那些民族 反过来对他是以报复的时候 也非常的决绝吧 就应该说 结果就是说 把他们都给杀光消灭了 这是一个古代武士民族的悲剧 他们创造了 可以说应该说 创造了历史上非常伟大的文明 我说这个伟大 就是说在公元前三千年的时候 就建立了自己的这个政权 然后呢 一直延续到这个 他这个一直延续到公元前后啊 公元前后 那你想他这个历史拥有三千年 最终没了 这个民族竟然被消灭了 什么教训呢 学的教训 什么教训 我们做人也是一样 我觉得一个国家也是一样 你倘若一个人 一个家庭 这个家族 他特别残暴 那么他这个下场 不会有什么好的下场 这个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也是 也是这样 就是奉行对他国侵略 掠夺杀戮的这种政策 最终肯定是没有好下场 尤其是亚述人的悲剧就是在于什么 也就是说提克拉特帕拉萨尔进行改革的时候呢 他改革仅仅是什么 不再像原来实行这个三光政策是吧 我留一点人留点人呢 也是不是为了什么实行人证 而是呢 让他们为自己劳动服务是吧 为了向他们收税 所以是这个目的 这个改革呢 并没有改变 或者是减缓 亚述 多年来 对其他民族 所奉行的 这种残暴的统治政策 结果呢 这个暴政使得 这个民族 最终被葬送了 被葬送了 尤其是连悔改的机会都不给他们 都不给他们 我特别一学到这个亚述这段历史 我不由自主的就联想起今天的日本 这个日本呢 就是跟亚述有特别相似的地方 你看看日本侵略中国 尤其是在这个占领南京之后 日本军队他搞的那个所谓的 什么杀人斩 就是千人斩 就是这个东西 你看看 他是在朝日新闻 是上头版头条 两个日本的年轻的军官 手里组的军刀 他砍了一百零几个中国的人头 他又砍了一百零几个 双方进行比赛 而日本国内的最主要的媒体 竟然头版头条 去刊登他们的照片 作为民族英雄 来加以供奉 我觉得这个日本这个民族 无疑就是今天的这个亚述民族 是吧 所以这个这种民族啊 唯一的出路就是他们反省 他们 咱们都给他机会反省 是吧 反省 他如果要是拒绝反省的话 日本这个民族 我预言他将来很危险 我预言 我预言 我预言